孟克达来 在新村经营着一家蒙古族风格的穆加乐餐厅 这也是村里第一个穆加乐餐厅 现在已经冬天了 游客相对说来很少了 到了旅游忘记游客比较多 毛利有时候上一万 平丝可以的时候收五六千 这样的收入 以前孟克达来想都不敢想 算上自家种的一千多亩树 和制沙工程带来的收益 孟克达来一年收入已经将近四十万元 在他看来 沙漠蕴含的经济价值刚刚显现 以前把这个牧民觉得这个沙子无用的时候 没人要 就是封建的时候就怕能封到沙里 现在都强制了 呼啸 它有用了 就可以说是变成金子了 前提是制沙 把这个沙漠锁住了 我们才能安心地去创业 救业 这一天就会说是变成金子了 这一天就会说是变成金子了